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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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在2020年立法会换届选举 拿到70席里面的过半数议席 也就是所谓的35家 继而两次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 令特首辞职 港人罢工罢货等等 引起当局血腥镇压 西方国家制裁中共 迫使政府回应五大诉求 我们参与这个计划的人 协调期间 戴耀廷和部分被告 就是迷签署声明表明立场有分歧 最终其中三个被告 抗争派的周嘉诚 张可心和梁访为 发起物乐无悔声明书 连同他们三个人 还有三十几个被告有签署 包括公民党的杨岳桥等等 一起投 一连两天的初选 最终在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 过几周如期举行 有超过61万人投票 港澳办中联办之后发声明 点名戴耀廷民主动力等组织的初选 是非法公然挑战国安法 被告欧乐坚 辞任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嘉然 随后一至两天宣布退出后续的协调工作 戴耀廷就说休息 立法会选举最终因为疫情延期一年举行 警方国安处拉了超过50人 其中47人被控寸谋颠覆国家政权 包括戴耀廷等31个人认罪 16个人不认罪 需要开庭审讯 最终本身是大律师的刘伟聪 和前公民党的李宇信获裁定罪名不成立 其余14人罪成 部分被告被捕到现在一直还压 已经超过三年 而律政司已经就刘伟聪的无罪裁决提出上诉 同案被捕的民主党陶锦身 黄俊宇等等8个人到现在未被起诉 国安处5月底曾经说 仍然扣留他们的旅行证件 以便留港受策 报线电视记者陈家印报道 转讲下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来香港出席国际金融峰会 并发表主题演讲 说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 并对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提出三点建议 何立峰建议香港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创新 拓展金融开放合作 以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 期望香港全城发扬狮子山精神 持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他说在国家的支持下 香港多次成功应对多轮金融危机 以及外部冲击考验 期望香港继续守护好金融安全 而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挺港 为港政策措施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会进一步推进各项工作 我们将更加支持更多的优质企业 到香港上市和发行债券 持续优化 拓展内地 以香港 在股票 债券 理财 利率互换等领域的互联互通 我们将完善国债 常态化的发行机制 稳步提升 国债在香港的发行规模 支持香港 巩固提升全球 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 我们将支持 在香港的中资金融机构 进一步扎根香港 深根香港 更好地促进香港金融的发展 一套戒备信号生效 至少维持到夜晚10点 本港今早的天气显著较难 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9.4度 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 曼仪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 在香港以南大约380公里 如辽向西或西南边西移动 旺过南海北部 曼仪正在香港以南大约400公里内略过 与其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继续影响本港 而受曼仪和东北贵后风的共同影响 今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偏北强风 另外受天文大潮 东北贵后风和曼仪的共同影响 预料沿岸水位今晚10点至午夜时分 会升得比平常高 维港的海水高度会上涨到海淘基准面 以上接近3米 大澳的海水高度就会上涨到海淘基准面 以上大约3.1米 个别沿岸低跨地区可能会出现轻微水浸 市民需要采取适当预防措施 而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 预料会在日间维持 澳门气象局说 曼仪今日在澳门以南大约400公里处落过 预料它的强度会持续减弱 日间逐渐远离澳门 澳门受东北季后风影响为主 改发出3号风球的机会是低 将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 适时评估改发强烈季后风信号的可能性 预料澳门今日的风力 间中达到6级和有震风 气温略降 间中有雨 另外一方面 虽然预料曼仪会在今日后期逐渐减弱 但由于晚间仍然有天文大潮 叠加风暴潮影响 内港低华地区仍然会出现0.5米或以下的水浸 湖南上得有车撞向一间小学的门口 多个学生受伤 网上片段可以见到现场一片混乱 事发在湖南上得顶城区永安小学的门前 有多个学生被撞受伤 相信是涉事司机被人围呕 当局说具体伤亡情况正在了解 先休息一会 转看其他消息 回到新闻时间先看卓影消息 恒生指数中午收视报19640点升了64点 半日总成交超过633亿 最汇约港股 小米集团跌9毫 营赋基金升7仙 腾讯控股升2.2 恒生中国企业升6仙 南方恒生科技升3仙 阿里巴巴跌8毫 美团母升跌 中国银行跌1仙 有帮保险升5毫半 工商银行升2仙 其他主要蓝筹股 汇控升8毫半 有帮升5毫半 中移动升1毫半 港交所升4毫 中国企业升6仙 人民币柜台最活约港股 以人民币计价 阿里巴巴跌1 港交所跌2毫 中移动跌5仙 联想集团升3仙 腾讯控股升4毫 中国平安升2毫 中银行跌5仙 美团跌5毫 小米集团跌9毫 中海游升2仙 恒生科技指数 报4378点 升37点 压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跌12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1点 人民币中间价下跌 官方开出的人民币中间价 报7.1911对1美元 较上个交易日下调4点指 严货人民币方面 在岸价和离岸价阻断 都在7.23对1美元的水平上落 另外 人民银行进行2,883亿人民币 7天期逆回购操作 扣除今天到期的逆回购 单日在市场正投放1,628亿人民币 是连续第七个交易日 在市场投放资金 其他消息 触话关节退化在香港并不是常见病 致病原因通常与关节炎 或者曾经有严重创伤有关 医生会按病情严重情况 提供不同的舒缓治疗 或者是手术方案 今年40岁的梁生 从25岁开始踢足球 大约3年前 在一次比赛途中 不小心令到左脚触话关节受伤 检查之后发现触话关节远骨有磨损 好像锁不是很紧的脚腕 或者有些动作做的时候 会突然痕痕痕 有点痛 接着就做不到那个动作 同室关节退化 通常因为日积月累使用关节造成不同 大部分触话关节退化 都是属于创伤的后遗症 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 病征并不是十分明显 很多时候病人都会说 在走过一个很远的路 或者做完运动之后 关节出现一个疼痛或者肿胀 但随着病情慢慢恶化的话 病人会发现关节的运动幅度 都会受到影响 甚至在外观上都会出现变形 针对退化性触话关节炎病人的病情 医生通常会先建议进行 大概六个月的保守性治疗 例如避免高强度的运动 体重控制和药物治疗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 透明质酸注射 并没有办法逆转到退化性关节炎 它纯粹一个病症上的舒缓 病人会觉得没那么痛 没那么紧 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保守性治疗 病人仍然感到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就要考虑进行手术治疗 假如病人的触话关节退化严重 更加有可能要牺牲话关节 接受关节融合信 或者关节致换手术 无线电视机者 梁明山报道 各位爱周何欣 民主派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 45个罪成的被告今早判刑 首被告戴耀廷刑期最重判囚10年 其余被告判囚50个月至93个月 各被告早早陆续坐囚车由荔枝各收纳所押送到西九龙材判法院认讯 审讯期间被指组织者戒戴耀廷判囚最重判监禁10年 另外三个组织者作为重返证人的欧乐坚 判囚6年9个月 赵家言判囚7年 钟錦伦判囚6年1个月 其余被告中判刑最重的是 麦乐无悔声明发起人周嘉诚 判囚93个月 另外黄之锋监禁56个月 民主党胡志伟判囚53个月 公民党杨岳桥监禁61个月 首四个被告戴耀廷 欧乐坚、赵家言、钟錦伦 法庭根据他们各自在谋划中的角色和参与程度 裁定是首要分子 以监禁12至15年为量刑起点 各被告及早认罪可获三分一减刑 欧乐坚、赵家言和钟錦伦 协助控方在审讯中作证 对法律无知和过往在公职服务有贡献 再获购减刑期 第五被告吴正亨 虽然审讯时被列为组织者 考虑在国安法实施后 自愿和故意继续推动谋划 对其他人施压 裁定他是积极参加者 考虑他可能受戴耀廷误导 才误信谋或合法而行事 或扣减刑期 民主派处谋顶覆国家政权案 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 第一宗的同类案件 亦都是至今涉及最多被告的一宗国安案件 由拘捕至判刑历时三年纪 整件案由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 提出的真揽炒十步开始 透过初选等的机制 协调民主派阵营 达到在2020年立法会换架选举 拿到70席里面的过半数议席 也就是所谓的35家 继而两次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 令特首辞职 港人罢工罢货等等 引起当局血伤镇压 释放国家制裁中共 迫使政府回应五大诉求 我们不会愚蠢到去制造 自己去制造一个借口 给一个当权者 来去DQ我们参与这个计划的人 协调期间 戴耀廷和部分被告 就是迷签署声明表明立场有分歧 最终其中三个被告 抗争派的周嘉诚 张可心和梁仿为 发起物乐无悔声明书 连同他们三个人 还有三十几个被告有签署 包括公民党的杨岳桥等等 一起投 一起投 一年两天的初选 最终在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 过几周预期举行 又超过61万人投票 我看不到怎么会符合国安法第22条 所说的非法手段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 基本法赋予了 给立法会的权力 港澳办中联办之后发声明 点名戴耀廷 民主动力等组织的初选 是非法公然挑战国安法 被告欧乐坚 是任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言 随后一至两天 宣布退出后续的协调工作 戴耀廷就说休息 立法会选举最终因为疫情 延期一年举行 警方国安署拉了超过50人 其中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 包括戴耀廷等31个人认罪 16个人不认罪 需要开庭审讯 最终本身是大律师的刘伟聪 和前公民党的李宇信 获裁定罪名不成立 其余14人罪成 部分被告被捕到现在一直还压 已经超过三年 而律政司已经就刘伟聪的 无罪裁决提出上诉 同案被捕的民主党陶锦身 康俊宇等等八个人 到现在未被起诉 国安署五月底曾经说 仍然扣留他们的旅行证件 以便留港受策 报线电视记者陈介人报道 第三届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主要峰会今天举行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来香港出席 并发表开幕主题演讲 他指出香港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 中央政府一直支持香港 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功能 有国家鼎立支持和各界的共同努力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作用 必将进一步凸显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进一步稳固 他的港股表现 恒生指数中五周时报 19640点升64点 半日总成交超过633亿 最活跃港股 小米集团跌9号 盈富基金升7仙 腾讯控股升2.2 恒生中国企业升6仙 南方恒生科技升3仙 阿里巴巴跌8号 美团母升跌 中国银行跌1仙 有帮保险升5.5 工商银行升2仙 其他主要蓝售股 汇控升8.5 有帮保险升5.5 中移动升1.5 港交所升4号 中华媒气升6仙 恒生科技指数报4378点 升37点 内地股市 上证纵合指数跌12点 深圳成分指数跌1点 其他消息 解放军海军组成的艦队编队 星期四至下星期一访港 国防部公布经中央军委批准 根据年度工作计划 海南南和长沙南组成的编队将会访港 期间面向港澳市民组织一系列的开放活动 旨在展示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 展示中国人民解放军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海南南元号是31 是中国自主研制的075型两极攻击舰首舰 长沙南元号是173 是国产身型导弹驱逐舰 也叫做航母编队的大都护卫 湖南上德有车撞向一间小学的门口 多个学生受信 网上片段看到有多人躺在地上受伤流血 事发是湖南上德顶城区永安小学的门前 一架车上午近8点钟撞向学校的门口 多个学生和家长受伤 相信是涉事的司机之后被人围呕 当局说具体伤亡情况是了解中 案务案结计划申请终数 今年头10个月按年上升4成半 但是过去因年流失下行 参加者收到的年金亦都相应减少 为什么申请数目不跌反升呢 计划对老人家有什么吸引力呢 欢迎收看时事当面看 虽然今年申请终数上升 但是案务案结计划推出至今13年以来 累计其实只有7800多宗申请 老人家有什么顾虑呢 在不同的退休保障计划当中 案务案结较容易受到市况波动影响 要如何减低影响呢 六十三岁的Steven三年之前退休 现在常常到处去玩 他形容比退休之前更忙 我是坐不定的人来的 我一有空就会到处去 我认识了很多群组 很多不同领域的朋友 其实一个月里面 一两天我特意腾空了 我不约别人的 我自己就回内地去玩 内地很多公园 古城古镇 我很喜欢江南景色 我又喜欢用手机拍照 对了 很适合我 要玩自然要花钱 Steven为了退休之后 和太太继续有稳定收入 先后参加了年金 和安劳案揭计划 现在两个计划加上 每个月大概有12000元收入 他认为足以应付生活 现在我们的生活费 真的靠那些 因为我们又不是大使惯 吃又不是要吃很好 况且身体重要 你吃得太好 对身体可能不是最好 其实他解决了生活上的 衣食住行 我已经不用担忧了 至于怎么去玩 我又不是要周游列国 去世界这么多地方 只是中国都去不了了 政府2011年推出安劳案揭 55岁或以上的退休人士 将住宅物业抵押给银行 每个月可以拿到定额年金 参加者可以在物业住到中老 银行之后才收回业权 Steven是在2022年初 申请安劳案揭 当时他抵押名下 一个490万物业的三成业权 现在每个月可以拿到五千多元 他轻行自己一早参加了 我都很感恩 刚刚做的时候 楼市都是刚刚开始的 日后楼市究竟会否升回 或者会怎样呢 这些将来的事 哪个能顾得到 最重要我现在的生活 有个保障 我觉得越早做 我就越安心 因为其实这个不是等于升 或者等楼价好 我有这样的需要 有需要我就要去做 有退休策划顾问说 近年越来越多退休人士 将安劳案揭 纳入退休计划之中 现在的长者 他们对生活是有要求的 他们都会去旅行 都会着重社交平台 甚至乎会定期体检 有个好的生活作息的习惯 这些其实都是令到他们 有机会是花多了钱的 所以长者他们就会想 善用自己的房子 首先确保自己有一个 理想的退休生活 接着洗剩的才留给子女 其实某程度上 也是减轻了子女的经济负担 57岁的樊希泰 计划过多三年就会退休 现在都开始为日后的 退休生活做准备 他觉得内地的生活质素更加好 打算北上养老 见到在深圳的生活环境 现在也有提升了 如果在香港养老院 是一个大概15尺 或者20尺的一个床位 可能已经需要 一万四万五元的每个月的月费 但如果在深圳 可能有一个已经是三百尺的位置 有自己的独立房间 厅和洗手间厨房 可能那里才八千元至一万元 他现在拿着两层住宅物业 一层自住一层收租 他说安劳按揭计划刚刚推出的时候 我们也有去听过 还有初步了解过 如果我在深圳退休 香港的物业收租的话 就肯定是会给 在香港做逆按揭是值得的 因为起码物业权 还是在自己的持有 如果好像我这样 可能有租金收入 或者是有些退休的收入 也都是买齐不同的医疗 养老的保险 其实在这方面 对我来说 是那个考虑没有那么需要 有按揭公司说 不少老人家 都常常将物业留给子女 未必想参加安劳按揭 中国人的传统 都比较多是 喜欢自己的一层楼 留给后人 留给子孙 可能他觉得生活上 他未必需要透过一层楼 去增加生活费费的时候 有些他可能觉得自己 已经供掉了一层楼 已经是一个二元契楼 如果不是真的有个需要性 就不想透过安劳按揭 再将一层楼抵押给人行 就牵涉多一个债务的感觉 本港楼价近年 由2021年的高位 回落大约三成 黄美峰指出楼价跌 亦都令到部分长者 对申请安劳按揭有顾虑 安劳按揭因为以你申请当刻 以楼价的估值去计算 你所得到的每月年金是多少 近年我们见到 如果当楼价下跌的时候 的而且确安劳按揭 实际我们见到 按揭登记数字是下跌的 是比水平偏低一些 所以相信都是因为 可能如果楼价下跌了 感觉上拿到的年金会少一些 所以申请的意欲就会低一点 今年特区政府撤销多项辣椒 加上美国步入减息周期等等 市场气氛改善 安劳按揭计划的申请亦都增加了 今年头十个月合共有859宗 按年上升了四成半 因为楼价开始回稳 虽然楼价未回到一个高一点的水平 但因为已经积累了 先前一些可能楼价下跌的时期 已经想申请安劳按揭的用家 当楼价反弹一点的时候 可能趁这个时期 就早点申请安劳按揭 现在不如锁定楼价水平的每月年金 可能他觉得更加好处 虽然申请中数上升 但计划推出到现在已经13年 累计其实只有7,837宗申请 有研究安劳政策的学者认为 计划受到市场因素影响 不确定性比较大 对退休人士的保障有限 安劳按揭的帮助 是会受到物业市场的波动影响 就是如果是长期趋势跌或升 可能又受到市场的波动 或者改变而影响金额的多少 但是长者去申请这些计划的时候 其实最想就是一个所谓自制墙量 就是我总之到死终身 都有一个这样的稳定的收入 当然越多越好 根据香港财务策划私学会 今年4月的调查显示 退休人士每个月的退休开支 需要近15000元 假设向银行抵押一个价值500万物业 申请安务按揭 选择终身定息计划 70岁才申请 每个月有16250元 65岁申请 每个月有大约13000元 60岁申请 由于领取年金的年期预计比较长 每个月只有大约10500元 周吉利说要应付退休开支 老人家不能只依靠一项 退休保障政策或者福利 需要有多个收入来源 我想不可以当他们是唯一的收入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安务阿杰 你只可以当他们是其中一个收入的来源 收入可能是包括子女给你的收入 或者你做一些兼职的收入 或者那个收入可能是你年金 可能是你按揭的资助、帮助 可能是加上其他香港政府所提供的 我们的现金援助 加上提供一个好一点的保障给长者 香港人口路化问题严重 根据政府公布去年的人力推算报告 2023年6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人口 占总人口2成3 估计去到2028年会增加到2成8 要提升长者退休生活保障 周吉利建议政府要分开考虑 不同阶层长者的需要 一些就是可以有能力自吸自足 为自己退休保障预备的长者 另一批就是需要有帮助的长者 第一批人我们是如何优化强识金 按揭计划或者武险计划 那些第二批人用他们有限的强识金 存回来的钱 如何加上政府提供的现金援助 例如长者生活津贴 提供一个好的援助给他们 试试多面看 今集成就够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